首相拿督斯里·伊斯曼·沙比利 近期主持国家生活成本行动理事会会议时 因为会议桌上出现法国品牌的一云矿泉水 结果引来网民批评政府奢侈 行动党甲动区国会议员林里营就建议 今后的政府会议只提供本地生产的瓶装白开水 节省之余也能支持国货 首相是在1月31号主持生活成本会议 没想到上传到脸书的开会影片 桌上昂贵的一云矿泉水成了网民的焦点 林里营今天发文告 促请首相办公室和政府首席秘书 说明政府单位为什么提供一云矿泉水 如果这个牌子的矿泉水是获得免费赞助 政府应该公开赞助商的名字和议程 他也建议首相只是所有政府机构和关联公司 今后在会议避免提供食物、咖啡和茶 只提供本地生产的瓶装白开水 这不但能够节省公筒 避免浪费食物 还能够鼓励大家购买国货 同时也能够减少肥胖问题